玉里镇台九线外环道路和纯甘路交汇促是踩弯道设计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红瓦屋聚落出入通道 而路口设置了交通号制之后 因为行车方向和交通号制的角度问题导致用路人容易造成混淆 因此这名代表吴新闻还有大雨里的李明特别前往会刊 苏花改工程处也调整相关的交通号制灯号 以及新增加专用道路的标示排面 请民众经过这个路口要特别注意安全 台九线外环道与纯甘路也就是旧台九线的交汇处 可以看到宽敞的马路有几个交通号制 让不少民众看不懂 玉镇明代表以及大雨里长 省议员邀集了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并且表示尽快来处理 说很切的话现在是公省的来 停止线 一些该划分的出来后 苏花改工程处表示 因为另有红瓦屋聚落出入的通道 形成为比较复杂的不对称路口 路口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制设置规则 配置交通号制后 因为行程方向以及交通号制灯号的角度问题 导致用路人容易造成混淆 代表吴欣文以及大雨里长前往会刊 苏花改工程处已经调整相关交通号制灯号 以及新增专用道路标志的排面 请民众行进入口时注意排面 以及遵守交通号制行驶来确保用路安全 记者高松双玉里阵采访报道